詞曲 李宗盧 鄭月娥 到最後一種王斑裂孔 王斑裂孔和王斑前膜一樣 眼科都是外科病 需要用手術的方法去醫治 不能做打針或激光 什麼是黃斑裂孔呢? 以前很多病人都不了解 醫生我的眼球穿了一個洞 很害怕 什麼是黃斑裂孔呢? 我們看看圖片 就會比較了解究竟是什麼病 我們說正常的黃斑點 應該暗一點 這個眼底上有黃斑裂孔的病人 黃斑不是暗一點 好像有個圈一樣 非常明顯 其實這樣反而是不正常的 看光學斷層素描OCT 你就會比較了解這個病 就不是眼球穿了個洞 這麼可怕 剛才說過了 正常的黃斑應該有個頸口位套進去 最密集的感光細胞都在這裡 你見到這個有黃斑裂孔的病人 它不是少少套進去頸口位 它是十層細胞都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中間就會看東西很萌 變形 整個胸 重影 這個是橫切面 黃斑裂孔可以越默越大 所以你看到旁邊這幅圖 一路路就越礦越大 點醫 我們說都是用手術的方法 跟黃斑切膜一樣 其實它的病理有點像黃斑切膜 所以手術怎樣做法 都需要做一個玻璃體的切除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皮膚有個傷口 理論上靠人體的修復力 應該會埋口 為什麼不埋口呢 其實有兩個力扯著它 不單止不讓它埋口 還越抹越大 第一個力 就是上面這個玻璃體的力 就是剛才說過菲蚊的根源 第二個力就是黃斑的內膜 所以我們要清除了這兩個力 才可以令到這個裂孔去修復 所以第一要清除了一個玻璃體 之後呢 我們又是了 新一些很幼的耳氣進去 最新我們都是會用微創的方法 又是了 如果用到現在市面上面最幼的耳氣 大部分的情況都未必需要縫針 新了那個耳氣進去之後 我們就把那塊內膜移除了它 又是靠人體的修復力 沒有兩個力扯著它 那就靠人體的修復力 讓它關起來 你可以想像 如果那個裂孔抹得很大 就算我們移除了所有力 可能都很難預合 所以以前來說 我們一般都說治療有黃金期 就是半年以來 因為如果你過了半年的黃金期 那裂孔可能抹得很大 就算做完手術 可能它也關起來的機會 沒有那麼高 但是現在我們說有些新的方法 就算過了一個治療黃金期 或者裂孔比較大也好 或者有些複雜一點的病例 它的成功率都可以提升到超過九成 究竟是什麼方法呢 我們看看圖 這個環切面 以前我們說移除了玻璃體之後 移除了這一塊內膜 手術就完成了 我們就靠人體收報力 讓裂孔關起來 現在最新的方法 我們說不是把這一塊內膜移除了它就算了 我們去裁剪到它剩下一點點 在裂孔的邊緣 然後我們好像膠布一樣貼到裂孔 變成最新的研究發現 細胞就可以沿著這一塊內膜去關上 你當作一個膠布的原理 就算一些複雜些 或者過了治療黃金期 或者裂孔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手術成功率也可以提升